在过年期间 民众必定会到庙里拜拜 求平安天香油钱 但是来看到 彰化室供奉玉皇大帝的原亲关 在新年就已经涌进了大批信众 人潮就比去年要多了五成了 再加上今年首次举办的 上天宫戒胆活动 限量288组的文胆武短 全部都被戒光 让庙里的四大香油钱 还有五个压克力钱箱 香油钱是多到买出来 那么再加上大年初九 又是逢天公升 势必再次涌入一批乡客的高峰 让庙方提前两天 在今天开启赛钱箱清点 预估金额将会比去年的267万元 还要更多 大年初期早上九点 时间一到庙方开启赛钱箱 红彤彤的把元朝堵到满出来 大堆硬币掉出钱箱 让人听了好疗愈 庙方还出动水桶本机来装钱 剩下沉甸甸的钱筒 里头硬币比纸钞还要多 重到得要两个大男生才扛了起来 接着往座上一道 哗啦啦的钱潮 瞬间哇哇的惊叹声此起彼落 十四位志工同一时间 快手锁定纸钞 数钱数到乐开怀 算钱算得稍稍 不要啦 风情好 比原钱不是我们的 不久也能赢 为在彰化市专门祭拜天宫的 元清关过年期间收到的香油钱 包括信众索取的金纸及贡香 庙方今年更首次举办 向天宫借胆活动 集元金600元 连续三天限量288组的 文胆五胆通都被借走 由于初九就是天宫生 势必在涌现力波 相课高峰 庙方于是提前两天 清点赛钱箱 四个大钱箱 还有五个透明压克力钱箱 全被塞爆 庙方预估今年人潮 比去年多五成 收到的香油钱 也比去年267万更多 施工所将围请银行 带回存入寺庙公库 上百万现金入账 也算是替庙里赚了一个大红包 接着冒状话 差不多